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物 我是Uncle Mark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阿富汗的局势 这十天依旧是全球的焦点 在塔利班攻陷阿富汗的首都之后 有一些评论的文章说 这是北平模式的翻版 然后还说这段比较一定要足自念 国民党有什么资格拿台湾类比越南或阿富汗 因为自己过去就是开门投降的叛徒 惊叹号 话说得很重 我们节目虽然是以国共内战为主线 不过好像一直以来没什么提到北平模式 这一集挖一下老谭 强迫他 要不要分享一下北平模式的故事 拍板同意接受北平模式的傅作义将军 他所带出来的高话题性历史议题 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不时被提及 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说 北平模式等于是北平沦陷 至于中国大陆的解读是北平和平解放 除了两边认知有差距 有一些被大时代漩涡捡进去的人 其实他们到现在为止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之前访问过一位孟伯伯 他是青年军205614团 解放军入城后 他千辛万苦地逃到了青岛 转到上海 又继续参加上海保卫战 因为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 他对北平模式有特别的见解 就是他不认为这是投降 孟伯伯说他们那个时候 依然天天在驻地唱国歌 而解放军的千船队来到他们的部队去绕军 可是短剧还有歌曲都是批评国军 台下就丢石头装快 甚至于他说有的部队还甩手榴弹 场面相当混乱 大家就不放而散 后来解放军又来向某些国军部队借坦克大炮 要把那个路程连底做得更盛大一点 结果又被火力击退 另外国军驻地的地区 也很快地就恢复了原有的保甲制度 地方的这种清工干部马上就小声逆急 所以孟伯伯他认为 当时国军并不是战败缴械 也不是起义投降 而是经过和平谈判 双方同意和平停战 这是他的话 这个我一字不改 总之呢 他是拒绝认为他们打败战 而且他还对副作义有一定程度的同情 一些后来其实 从北平转到台湾的老兵 就我所知 其实也有烈时的看法 这个观点颠覆我的想象 但我也觉得也可以说 颠覆很多数人的想象 因为以常理来判断 孟伯伯的身份 应该会对北平模式 对副作义是嗤之以鼻 但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 他有点在称赞他的意思 最主要的原因是 副作义是充满高度争议性的将领 他在1949年1月21日 造极高级将领会议 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实施办法的条文 蒋经国在他的日记里面 骂妇逆 蒋介石的日记也说 万恩妇义 可是1949年的中央日报 我们如果去翻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平模式之后 都还一直用 副作义将军来称呼他 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生死 还有行踪 因为副作义控制的衰原审 明一山那个时候 还在国民政府的手上 一直要到9月 才用衰原模式解决 你是说副作义当下就被骂了 副逆 逆贼就逆 但是他手上还有衰原审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让国民政府这边的舆论 对他还是相当的尊敬 保留 副作义是 信衰军系统出身的将领 早年是延熙山的部署 他的成名之作就是 1936年的百灵庙战役 抗战的时候 被蒋介石派到衰原 很快就制成一个格局 他的副家军 也就是第35军 特别是第101师 是他最重要的看家宝贝 被列为国军十大王牌军之一 1946年 国共内战爆发后 内容真还有贺荣 包围了三西大同的 延熙山部队 副作义他为位就招 齐袭几宁 成功替大同解围 然后同年年 那个10月的时候 副作义他又展现了 他的指挥才能 用烈士的兵力 声东击西 迫使法北野战军 放弃了张家口 这次的军事胜利 使他获得了国关心脏 这是军旨的最高荣意 至今只有五个人获得 第一位当然就是蒋介石 第二位就是副作义 你过去其实好几次提到过杂牌军 也讲过太原战役 然后也讲过晋随军 那副作义能够得到国光勋章 五个人当中的一个 而且还是排第二位 这代表他是一个很能打的将领 国共内战打到1947年12月 为了挽救局势 蒋介石就任命副作义 担任华北小总的总司令 指挥调度五个省的军队 得说副作义那个时候 就开始正式的变成了华北王 尽管蒋介石是相当于中副作义 可是两个人之间 还是有所谓的这种矛盾 像是北平的部队也有中央军 是李文的第四兵团 师爵的第九兵团 还有青年军2084等等 这些都不是他随便能够叫得动 到了1948年9月12日 辽省战役开打 十月顶州围在旦夕 徐半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 那个时候也登场了 傅作义就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 要分兵去救锦州 他自己也很清楚 就是救不了 然后又不想动用自己的嫡系部队 所以就把北平的青年军 2084就趁机调出 另外蒋介石他也看到东北就要丢了 法北也不可能守住 计划把驻扎北平的军队南侧 就是要傅作义 要担任东南军政长官 可是傅作义他认为他还可以守 除了内心的小剧场 就是不愿意自己离开自己的地盘 而且他也很乐观的认为说 雕省战役后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至少要修整两个月三个月 才可以入关 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整件部队 强化环玉攻势 虽然说你说他有一点乐观 不过其实往另外一个角度想 他其实是觉得是有机会 还想要再应聘一下 不过局势怎么会急转直下 由于东北到手 中共很担心北平的驻军撤走 以后就不好打了 所以想要把就直接在北平 就直接维艰 所以在11月的时候 就把傅作义的女儿傅东局 派到北平 试图利用亲情来发挥影响力 所以12月10日 傅作义就开始 跟中共有了试探性的接触 同时也希望替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没有想到在同一个时间 林彪大军也秘密地进入了华北 12月13日 华北脚总在北平西郊的总部 突然遭到袭击 就紧急地迁入了中南海 紧接着傅作义就面临到更大的打击 就是在12月下旬的短短几天 他有9个师 两个驴被歼灭 特别是第35军 审视的两个师 丢了新保安 还失去了张家口 而新保安张家口战役 是毛泽东亲自唯一指挥的一场战役 35军是非常有名的部队 属于机械化部队 我们有机会可以说一下 总之傅作义在短短几天 就损失了9个师 还有一大堆的重炮 心情痛苦无比 据说那几天 他精神不是很正常 就是在屋内宽绕 还用手打头 或者说自己三连 这个打耳关 压力大道 这个真的就是状况很不好 甚至还会问其他人 何谈是否就是投降 我们过去的历史 是不是就要完蛋了 等于傅作义 其实对这个决定 也不是那么的坚定 看他的反应 然后你说 35军是他的看家宝贝 可是一个35军被打残 就失去了谈判的资源 会这么容易 资本就不见了吗 还是说35军 真的是非常重要 沐作义是在1948年12月10日 开始跟中共有 开始有接触 19日正式谈判 刚开始他提出来条件 就是为了要制约 城内的中央军 希望解放军 能够把受困在新保安的 第35军撤回 就是让他们回到北平 那他可以参加华北联合政府 军队就交给联合政府来指挥 只是中共他并没有配合 副作义的如一算盘 因为这个政府归山 所以还冒着零下 20多度的酷寒 就是强攻门打 就在12月22日攻进了新保安 在最后的时刻 第35军的军长郭锦云 他就面朝北平的方向 喊了一声 我郭锦云对不起你 总之令 就用手枪对着太阳穴 扣动了反击 就为副作义牺牲了 他的军长慷慨负义 副作义应该打击很大吧 是 所以才在污蔑狂绕 甚至用手打头 伤耳关 总之为了加速谈判 解放军在1月15日 对天津发动总攻 陈参杰被俘 北平城内的守军 现在就真的是完全陷入绝境 因为张家口在12月底陷落 副作义想要往西走 的路就已经被断了 天津现在也陷落 也没办法往东走 走海路 往南 徐伴会战在11日才结束 他也没办法往南走 也更过不去 听起来就是兵败如山倒 在输掉这关键的一战之后 蒋经国在风雨中的 宁静这本书 就提到1949年1月11日 徐伴会战结束 蒋介石终于决定 要把北平的中央军 空运到青岛 13日起开始实施 可是城外的炮弹 已经不断地向机场 这个炮轰炮击 就阻碍很大 而且北平已经有人 就是那些什么参议长等等 就已经在北平集会 恰意促进和平运动 天津陷落的第二天 在内外交逼的情况下 也就是1月16日 法北角总的副总司令 邓宝山也就是于林将军 他就代表了副作义 与林彪 罗隆凡 内容争会面协商 专犯在21日达成 关于和平解决 北平问题的协议 22日 傅作义就在协议上签字 蒋介石那时候听到的这件事 就说傅作义的辩解 如此突兀 输出意料之外 蒋介石觉得傅作义跟中共和谈 是突兀 是意料之外 真的有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吗 蒋介石心底其实是有数 而且也很清楚北平是守不住 所以1948年11月初 辽审战役结束 蒋介石就说 希望能够傅作义撤军 只是傅作义他认为还可以守 那之后蒋介石又派了政界民 蒋伟国到北平 希望能够欠阻 就是阻止和谈 可是傅作义还是都没有答应 总之短短两个月 傅作义能走 到哪里都走不了 只能做困仇承 那很多人批评他优柔寡断 就是客观的来说 就是那个时候北平的居民 也不想要傅作义撤走 而他自己也想要继续留在那边 当华北玩 这只是说面对的天津限度 他所有资本都没有了 所以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 就是接受北平守经 出城改编的条件 而他也算是给蒋介石面子 就是在挑战蒋介石下野之后的 第二天签字 所以蒋介石他知道这个消息 其实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资料来看 就是并没有太吃惊 他日记只有说 万不掉一生怯懦至此 就是一生就是傅作义的字 驻平中央部队尽为其所卖 也就是驻北平的中央军 全部都要被他给出卖了 然后又自我安慰 希望不会到这样的地步 要等到之后的事实来证明 所以他又给傅作义发了一个电报 说你我相处多年 彼此之身 大家都很了解对方 你现在恶于行事 自由主张 无可奈何 我今只要求一件事 就是从17日起 派飞机运走第13军 少校以上的军官 还有必要的武器 希望看在大家多年友好的份上 就是 帮帮帮 对 予以协助 这样看下来 蒋介石跟傅作义两个 好像有一种默契在 但是又不能说得太白 是 就像蒋介石说的 傅作义恶疑行事 无可奈何 所以北平的八个军 25万的军队 很快的就按照协议 陆续撤出四驱 准备接受改编 31日解放军入城 整个战役就结束 另外一个好奇的地方 一直听下来 会一直提到中央军 地方军 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 不都是同一个阵营的吗 我们用一个比较超然的角度来看 我真的觉得 那个时候所有的地方军队 基本上都是一个小中央 由南京大中央来 号召大家一起来对抗 解放军 然后有点像现在的这种 什么在阿富汗的这种 各国的联军一样 所以要真正联手 打败 解放军 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 最主要是这些小中央 每一个人 只是每一个军阀 都胸有大致 所以我个人都很怀疑 就算没有国共内战 抗战结束以后 他们还是可以打散十年二十年 所以傅作义的爱将郭锦云 他在自杀的时候 是面对北平 他喊的是 对不起他的长官傅作义 虽然他名义上是国军编制的军长 作战敢冲立一线 打败了 他也敢面对死亡 我们看蒋介石的军人魂 是没有第三十五军先后制裁的军长 鲁英灵 郭锦云 我觉得讲白话一点 就是他们都不觉得对方的军队 是他们自己的部队 就不是自己的人马 所以在处理上的优先顺序就是有差 要救人有差 是 蒋介石其实也蛮可怜 你看他的辽西会仗 希望魏立法能够撤出沈阳 他叫不动 然后要傅作义把军队带出北平 也说不动 他又不能不用他们 这就形成很微妙的关系 同样的 傅作义他也动不了他身边的中央军 而且还得实时提防 大家都很痛苦 所以被列为杖范的傅作义 他在谈判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 争取和平解放 我是帽子三个死来做这件事 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的战 不了解我的人可能会打死我 二是蒋介石和他的嫡系部队 可能会随时杀害我 三是咱们内部也有不了解情况的人 可能也会打死我 总之呢 蒋介石知道傅作义的苦衷 北平城内其实中央军虽然占有优势 可是他并没有要理文 实觉真的去进行兵变 因为就算即使成功的 比如说把傅作义给积压 或者把傅作义给毙 终究还是会守不住北平 那这些中央军还是出不来 所以他就用低姿态 希望傅作义能够协助空运 把他的嫡系部队运出来就好了 那最终这样的低姿态 有达成蒋介石的目的吗 没有都已经恶于行事了 怎么可能 徐帆会战在1949年1月10日结束 国军损失了50万大军 加上詹家口天津失守 整个华北其实就是控制了几个孤岛 打的就是北平太原青岛 重型城市就是山西大同 河北安阳等等 所以除了李文 实觉这些高级将领 可以搭飞机离开北平 其他不愿意接收 就是接受改编的基层 他们就只能自己找出路 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 孟伯伯 他是青年军2050 1947年底 他们是才被运抵到台湾凤山 接受孙地仁将军的证讯 1948年10月 因为华北战事吃紧 所以就调到大陆去作战 后来才一直来到北平 也见证了北平模式 他们的部队被调到了东直门外的东坝镇 随后他就开始以他的同袍 就集体逃亡 他们说他们卖了几匹的罗马 筹到了一些钱 在先后的逃到了天津 还有青岛 最后再到上海 他自己就是加入了专甲炮兵营 专甲炮兵团的第三营 最后来到台湾 讲到孟伯伯刚前面有提到说 他拒绝接受火炮 那时候 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 大陆有一本书是 《统领万岁军》 讲梁兴初的生平 他是1945年10月 率领山东第一师进入东北 1948年11月23日 他又率领47军入关 参加平均战役 他的部队还负责改编 副作义还有中央军 敌人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国军在开出北平之前 挑选了大批的谍报 特务还有政共人员 就调整职务 武器都配备了五个激素的弹药 每个人还发了十个手榴弹 这本书里面说 企图伺机叛乱 等于就是还想要抓的机会 再配回来就对 保守一点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有点紧张 这个是真的 不要说中央军 连护作义的敌系部队降联 也有人抗拒 就更别说像胆性坚强的青年军 更何况 护作义接受北平模式的时候 本来是约好林彪吃饭 结果林彪临时申约 第二天 也就是1949年2月1日 林彪在报纸刊登 就是一篇文章 在里面写到 父系不能战而投降 也就是护作义是因为不能战 不能打而投降 在我的哥哥护作义这本书里面 就提到这件事情 让护作义很受刺激 这很多那种 被看扁的 对 很多原本配合护作义投降的降联 或者基层士兵都相当的愤慨 而林彪虽然事后有解释 可是护作义始终耿耿于怀 久久难忘 等于整个被看扁了 对啊 而且护作义的时候 怎么面对这些反弹声浪 护作义是在元月21日 对师级上的高级降临宣布的时候 中央军的降临李文 实觉是反对的 还说单向降 太对不起蒋总裁 所以他们事后可以搭飞机离去 就像阿富汗科布尔的陷落 美军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机场执行彻底任务 这一副作义下面的降临 蒋介石没有说要接他们离开北平 所以就随着副作义接受改编 而且还要交出北平的称房公式 结果呢 东野到了西山门 就遇到了阻挠 属于护作义的嫡系部队 就是311师的少将师长孙英年 他其实还算很有名 就拒绝交接 而且还甚至于命令他的部下 把枪举起来 就是不让解放金入城 北平军管会的副主任陶柱 那个时候听到这个讯息 就去了现场去检视 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才知道说是孙英年受益 当场就说 孙师长你已经起义了 就是解放军的义言 这样子看命对吗 那时候应该没有被起义这个词吧 但从他的反应是感觉出来 他并没有想要follow附作义的这个举动 他是对附作义非常忠心的将领 所以他还是配合 只是我觉得心情应该 当下还是会有点美颂 就国民政府的立场 附作义是失去了军人的气节 可是就附作义的个人立场来说 他其实是做了一个 连蒋介石都说无可奈何的决定 之后呢 附作义就不再领兵 而是被任命为水利部的部长 那陈介石就跟国民政府 就撤退到台湾 只是说经历过了北平和平解放的 一些小兵 那个时候有些人直到今天 都还不认为自己是共军的手下败将 而且又相当的同情傅作义 例如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孟伯伯 他就很有尬词的说 附作义是大智大人大勇的将帝 北平当时被围困 如果不是他接受的北平模式 保全的文化古都 最终也是玉石区分 因为即使解放军没有运功 采用为而不打的方式 城内有两百万人 他说你怎么样子空投补给 都完全无济意识 所以他认为说 我们用这种比较局外人 或者说后来的这种政治立场 来去检视批判附作义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会不会大家觉得 我在帮附作义讲话 就是 请说 他当时这个抉择 他真的一定非常的挣扎 对不对 一个是军人的立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身后的老百姓 你说两百万人 对不对 那个真的 用现在的角度去看 去检视他的行为 是真的不太恰当的 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 你也讲过很多次 当时的时空背景 我们是没办法理解 我自己也能够理解 蒋介石的感慨 但是你可以理解 蒋介石的感慨 这件事情 我常常就会想到的 上海保卫帐 对 我们就顺便来讲这个好了 简单的讲 就是有些事 真的很不好说 比如说就像 蒋介石的爱将 唐恩博 那个时候奉命守上海 上海是有港口 唐恩博对外说 可以守三年 然后20万人 只有打了15天 然后就留了一堆的部队 在码头 上不了船 这个 其实情况蛮惨的 然后在1949年 5月29日的中央日报 发表了一篇 汤恩博告上海 父老 记全国同胞书 这篇文章里面说 房屋为保 可占三年 就是如果用房屋 这些打巷战的话 可以打三年 可是呢 顾习上海 一经炮火 摧残 绝会三年 五年 可以恢复 所以只好忍痛彻底 之后呢 汤恩博 还是继续获得重用 在厦门撤退的时候 这个海滩的情况 那种 其实是更惨 比上海 撤退的时候更惨 有机会 我们可以说一集 总之呢 倒打败战的汤恩博 而且是以 四杀著称 结果却 顾全市区 冷痛彻底 我不知道 处作义本人 是否有没有看过 汤恩博的这篇文告 如果有 我真的不知道 他心里面 做什么样的感想 可能觉得 遇到知己了 但这个我们没办法 对 我们只能在这边 打嘴炮而已 两岸的关系 真的很复杂 主要因为地缘政治 然后注定的这段关系 不会只有两岸 从阿富汗的事情来看 某种程度 其实也是这样 你要说像 他也像 你要说不像 他也不像 因为很多人的心中 都已经有答案了 就有一个阿富汗的局势 各自表述 这是一个 无解的议题 但我们节目 还是可以做 因为我们可以让 大家去了解 两岸的一些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都是做媒体的 我跟老男都是 我们其实不希望 别人讲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 都已经2021年了 可以上网了 大家应该敞开心胸 去接收新的讯息 才能够让脑筋 然后火落一点 对不对 你转了真意 不行 我再讲下去 可能就是骂人 所以我们这一集 就先到这边好了 赶快结束 谈兵读武新闻 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 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喜欢的话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建议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再次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